国庆廉假的时候下大雨造成光丰地区 农会大豆集团产区的大豆田淹水灾情 隔了七天,泥沙台风外围环流 共败效应又带来了强降雨 让还没有复原的大豆田区又变成是一片汪洋 农民冒雨巡视,担心豆苗根系泡水腐烂 已经长出的豆莢也泡水了 恐怕会影响到收成品质 还尚未从七天前 国庆廉假那一场好大雨恢复的大豆豆苗 这一两天,泥沙台风外围环流 共办效应等强降雨 大豆天区又成了汪洋一片 新枝的豆苗产遭灭顶 它属消灭,灭顶了,全部淹到没有了 是种多久了,这个豆子? 这个种半个多月 这个种一个月 然后那个灭顶的呢? 灭顶的,它说半个多月 冒雨下田巡视的农民无奈表示 若再这样泡下去 恐怕造成豆苗更新不烂 无法生长 一年淹两次对豆子的生长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灭顶的话可能会泡死掉 泡死掉啦,淹两次 有的都没有出来啦 有的出的已经稀奇入落了 有的这边还倒啦 不仅小小豆苗灭顶 位于马台湾市地的这一处大豆田 都已经开始长出豆莢 却碰上大雨来搅局 农民忧心 今年收成 恐怕又要泡汤 光丰地区为大豆集团产区 种植面积有将近百公顷 去年原归台风 酿成不小的农笋 而今年 农民好不容易重整旗鼓 重新种植等待丰收 不料现在接二连三 好大雨造成田区淹水灾情 农民有苦也说不出 农会也高度关注 全面巡视勘灾 也将协助农民向上提报 期盼上级相关单位重视 协助农民减轻天灾 所造成的农产经济损失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